丈夫去世 女人被婆婆逼迫嫁给小叔子 虽然同意和李壮办理了结婚登记 但她是打心眼里是不愿意的 婚后女人不与新丈夫同房 婆婆怂恿儿子做出惊人举动 李壮竟然打了何静 并强行与她发生了婚 女人愤怒报警 丈夫婚内侵犯妻子是否犯罪 婆婆逼婚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理讲堂 2014年春节将至 北方的一个城市白雪挨挨地冻天寒的 与之行程强烈反差的 是屋里有热暖气倒是温暖如春的 一户人家正在年前大扫除 他们一边忙活着一边闲聊 这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妈对着正干活的一位年轻女人说道 小静啊 你说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多好 不如咱们就一直这样过下去吧 那个年轻女子立刻点头答应 妈您这是哪儿的话 咱们一家人当然要在一起了 可老大妈又补充道 小静啊 我说的是一直这样 永远这样 不如你就嫁给你二弟李壮吧 这句话一出 屋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那个年轻女人一下愣在那儿 如同冻僵了一般 而旁边一个年轻男子也满脸通红 这怎么回事啊 这老大妈与这个年轻女人是什么关系 又怎么会说出让她嫁给他二弟最种荒唐的话呢 原来这老大妈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李强 小儿子叫李壮 而称为小静的这个年轻女人叫何静 她是这老大妈大儿子李强的媳妇 这就更奇怪了 哪有当婆婆的让自己大儿媳妇 嫁给自己小儿子的呀 这事还真得从头说起 李强一家原本生活在农村 09年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林村的何静 虽然二人情投意合 但是家庭因素成了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最大障碍 李强一家三口人 年迈又体弱多病的老母亲 还有一个弟弟正在读中学 这全家人的开支全要烙在李强一个人身上 生活难免窘迫 而何静家呢 就他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父母又是做小本生意的 家境在村里也算得上是殷实的 当然不愿意让女儿去嫁一个穷小子 但在两个年轻人的坚持下 何静的父母最终还是妥协了 两个年轻人是如愿以偿结婚了 一年后夫妻二人又生下了儿子李小亮 可李强一直记得在他的岳父母跟前立下的承诺 我一定会让何静过上好日子的 这份承诺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李强为了让儿子妻子能过上好日子 他决定出去闯荡闯荡 于是儿子出生不久呢 李强就来到这个城市打工 他能吃苦又踏实 起初呢就看在大街上贴个招牌 干些出力气的活 开始呢找他的人很少 报酬也少 但时间长了 李强是渐渐干出了信誉 找他干活的人越来越多了 后来他干脆把妻子何静也带到了这城里 专门成立了自己的服务公司 招揽一批和自己一样进城谋生的人 一起开拓业务 一起打拼 经过近五年的打拼 终于有了回报 夫妻俩在城里有了一席之地 贷款买了房 生活过的是越来越好了 于是夫妻俩呢 就将在老家的儿子和李强的母亲也接过来一并住了 可是灾祸总是来得让人脆不及防 就在一家人团结一切都要走上正轨的时候 一年前一场车祸突然夺去了李强的生命 真是世事难料啊 这场车祸让何静失去了丈夫 让李小亮失去了爸爸 也让年迈的母亲没了儿子 这个家的主心股一下子塌了 可幸运的是这个家并没有散 何静是一个善良也孝顺的女人 她带着孩子仍旧与婆婆一起生活 婆婆在家呢帮着照看孙子做做家务 而何静则负责到外面打工挣钱 何静丈夫去世没多久 丈夫的弟弟也就是婆婆的小儿子李壮 高中毕业后也到这个城市来打工了 暂时没有合适的住所 就也跟何静和婆婆住到了一起 就这样 何静和小叔子李壮支撑起一家人的开销 他们生活过得很和睦 但这个时候 婆婆突然提出让何静嫁给李壮 何静会接受吗 的确让何静有些接受不了 他先是一愣 随后有些不高兴的说道 妈 您胡说什么呀 要是李强地下有知 听到您这么说 他也会不高兴的 说完是扔下手中的骂布 转身回屋去了 只留下一脸尴尬的婆婆和小叔子 可这李壮呢 似乎对母亲这个建议并不排斥 反倒是有些失望的看了看母亲 母亲小声安慰着 没事 她就是不好意思 慢慢来 别着急 难道这件事是母子俩和气好的 是这个小叔子也喜欢上了自己的嫂子吗 要说李壮喜欢何静 的确也是事实 这何静呢 一米六二的个头 白静的皮肤 加上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谈不上国色天香 也肯定算得上是美女 更重要的是 她温柔贤惠 在家里是从未与婆婆红过脸 她嫁给李强后 对小李强八岁的李壮也一直像亲姐姐一样 所以李壮一直想将来自己找媳妇就找何静这样的 而哥哥突然去世了 在这场家庭变故当中 何静依旧对婆婆像亲妈一样 更让李壮对她高看一眼 可要说让何静嫁给她 这在前几天母亲提出这个建议之前 她是想都没敢想的 那么作为婆婆又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呢 她的确是有所考虑的 原来李强死后不久 村里就传出了要拆迁的消息 当年李强一家三口在村里的承包地 加上他们的宅基地会有一笔不菲的补偿款 而这笔补偿款中 绝大部分都应当归何静和他的儿子李小亮所有 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按理说儿媳妇对婆婆那么好 又带着个孩子 让他们孤儿寡母的多拿点补偿款 何静的婆婆并没有意见 可一个人的出现 令这个当婆婆的开始反嘀咕了 李强有一个一块共事多年的好哥们叫黄浩 黄浩和李强同岁 前后脚从村里出来的 黄浩在这个城市呢 是找了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媳妇 可这媳妇呢 由于年龄小贪玩 就一直也没要孩子 没成想前几年 这黄浩的媳妇认识了个网友 跟网友跑了 黄浩为此很受打击 也一直没再找女人始终担着 李强生前这黄浩就经常到李强家里来做客 至少每个周末呢 都来蹭顿饭吃 和李强一家相处的都很融洽 所以一年前 李强突然车祸去世 黄浩自然要首当其冲 到李强家帮这个帮那个 原来呢 这李强与何静经营的公司事务 也大部分由黄浩来打理了 所以自然这何静跟黄浩 走的是越来越近了 而且前不久 黄浩也向李强的母亲 委婉表达了 说她有意想和何静 再建立一个家庭 而何静虽然没明确表态 似乎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这虽然从婆婆的角度讲 也希望儿媳妇再找个可靠的人 孙子呢也能有所托付 可她总担心 这黄浩没孩子啊 何静将来嫁给她 肯定要再生孩子的 这自己的亲孙子会不会受气啊 这老太太本来心里就犯嘀咕 再加上她隔三差五的 回村里与邻里闲聊时 就有人讲 说你儿媳妇那么年轻 将来要有了钱 再找个小伙 人家可就该过好日子去了 哎 我儿子没福气 死得早 小静再找个好的 把我孙子伺候好 我也就能闭上眼了 婆婆倒是还挺通情达理的 可这有的邻居呢 就添油加醋的说道 要真是这样倒不错 怕就怕 到时候人家先孩子碍事 干脆把李小亮扔给你 人家年轻人自己潇洒去喽 就什么话都怕瞎琢磨 这婆婆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 是啊 这何静要是嫁给了黄浩 两人再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公司是他们的 拆迁补偿款也是他们的 就算现在他们对我好 将来也保不准 会一直这样下去啊 到时候他们一家三口 拿钱走人 再不管我孙子 我可怎么跟死去的儿子交代呀 这当婆婆的私来想去 既然舍不得儿媳 舍不得孙子 也舍不得这一大笔补偿款 那最好的办法 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让何静继续留在他们老李家 那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嫁给自己的小儿子李壮 继续做他李家的儿媳妇 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这婆婆呢 先是征求了一下 小儿子李壮的意见 开始李壮还有些别扭 可后来一琢磨 何静虽然比自己年长几岁 可他长得年轻 人也漂亮 性格又好 比那讲究多的城里姑娘呢 厚道 比这农村姑娘呢 又能干 做自己的妻子 还真是挺不错的 何况孩子又是自己亲大侄 就当是替哥哥养孩子 也理所应当啊 所以这婆婆才会看似 突然的提出这么一个 冒失的建议来 看来这事成与不成 就看何静的了 那么他究竟愿意不愿意呢 婆婆戳合儿媳和小儿子结婚遭拒绝 李壮 我一向当你是自己的亲弟弟 妈不理解 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永远都只能是你的嫂 为让儿媳妥协 婆婆设计 带走孙 想要求 她几次从梦中哭醒 在梦里听见儿子哭着喊 她一伸手去抓 儿子又不见 儿媳无奈答应结婚 婚后缘合又搞仗子 侵犯自己 婆婆逼婚 正在 自从婆婆提出这个建议后 就不时的创造机会 让李壮和何静单独待在一起 而李壮呢 也是尽力表达自己的好感 可何静却表现得很反感 一向好脾气的她 都忍不住要发脾气了 并一再跟李壮声明 李壮 我一向当你是自己的亲弟弟 妈不理解 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永远都只能是你的嫂子 可哥哥已经死了呀 你与其给李小亮找个后爸 还不如给我这个亲叔叔照顾他 不是更好吗 李壮是有他的道理 所以无论何静说什么 这婆婆和李壮 就是坚持他们原来的想法 到最后 何静是真急了 直接当着大家的面宣布 妈 你们要是再这么逼我 我也只能带着小亮单独过了 你们要是不方便出去找房子呢 我就先在外面租一个房子 你们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房子 再搬走 说完自己的想法 何静转身上班去了 他想自己已经非常坚决地表达了想法 想必一向相处和睦的婆婆 也该不会再为难他了吧 可让何静没想到的是 等待他的却是另外一幅场景 下了班 一身疲惫的何静回到家 一开门 他傻眼了 家里空无一人 小亮 小亮 何静边焦急地喊儿子的名字 边快步走进儿子的房间 却看到 儿子的大衣柜门敞着 里面的衣物已经全都不见了 再一看 家里好多的日用品也都不见了 这人都去哪儿了呀 何静立刻给小叔子李壮打电话 可接电话的是婆婆 还没等何静问什么 电话那头 婆婆硬生生地说道 反正你也想找别的男人了 就早点找一个吧 小亮和我们在一起 你不用担心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之后 无论何静再怎么打电话 就是没人接了 在此之后的一周时间里 何静是怎么也联系不到 婆婆跟儿子 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问谁谁又不知道 何静是多次在梦里 听见儿子哭着喊妈妈 他一伸手去抓 儿子又不见了 他几次从梦中哭醒 要说母子连心呢 何静丈夫死了 最亲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 他又怎么能忍受 见不到儿子呢 现如今婆婆明摆着 是拿儿子来要挟他 那么何静会怎么办 他会妥协吗 半个月后 何静实在挺不住了 他给李壮的电话 发了一个短信 我同意和你结婚 你们回家吧 我想儿子 果然 这封短信发出去后 当天晚上 婆婆李壮 还有他最最想念的儿子 全都回来了 何静抱着儿子哭 儿子抱着何静哭 母子俩是抱头痛哭 好了好了 快别哭了 以后我们一家人天天在一起 有多好啊 旁边的婆婆倒是开心的劝慰着 为了能与儿子团聚 何静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 和曾经的小叔子李壮登记结婚了 婆婆虽然看得出何静不开心 但她想何静是因为和李强感情好 等时间长了 她自然就适应了 可是真的会如她所愿吗 事实上 这何静也有她的小心思 她想与其现在与婆婆对着干 不如取献救国 先同意和李壮登记 慢慢的做通婆婆的工作 这期间呢 帮李壮找个合适的女孩 而且拆迁补偿款下来之后 她可以自己少留点 多给婆婆拿一些 好让她安心 到时候自己再跟李壮离婚 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可计划不如变化快 两个月后的一天 一大清早小区里聚集着男女老少 有的跑步 有的打太极拳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的 突然一阵刺耳的警笛声 打破了这种欢乐的氛围 紧接着一辆警车驶进了小区 人们心里都犯起了嘀咕 这一大清早的警察来做什么呀 这出什么大事了 大家都用好奇的目光 一直盯着这辆警车 警车停下来 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 直奔小区八单元 不久 何静抱着孩子 他的丈夫和他的婆婆 一起被警察带了下来 一行人士迅速上了警车 缓缓驶出了小区 这怎么了 这家人一向本本分分的 怎么会被警察带走呢 他们家出什么坏事了 原来这何静虽然同意和李壮 办理了结婚登记 但他是打心眼里是不愿意的 这只是他的权益 所以每当李壮兴致勃勃地想靠近他 何静就找各种理由 不让他碰自己 起初呢 李壮觉得妻子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可能还没有从哥哥的阴影中走出来 一时难以接受到可以理解 可一次两次被拒绝 三番五次还是被拒绝 李壮终于受不了了 他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妻子了 我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调整 他再这么拒绝 把自己当什么了 他把这些苦水都告诉给了母亲 母亲一听十分生气 这儿媳妇也太有心计了 这不明白这是杨凤因为吗 表面上同意结婚 又不让丈夫碰他 难道是想等拆迁补偿款到手了 好拿钱走人吗 不行 不能让他得逞 母子俩一商量 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一天晚上 这先把李小亮哄碎了 母子俩一起把何静堵在了一间卧室里 李壮再次要求与何静行夫妻之食 在何静拒绝之后 李壮竟然打了何静 并强行与他发生了关系 而在整个过程中 何静的婆婆一直在外面把门 阻止何静往外跑 母子俩以为 这下总算将生米组成熟饭了 何静总该认了吧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 这何静怎么能容忍这般屈辱呢 自己嫁给李强 二人夫妻感情一直那么好 也正是因为对李强的这份爱 他一直拿婆婆当亲妈 拿李壮当亲弟弟对待 可反过来呢 李强死了 李强的亲人们却为了那点补偿款 硬要把自己拴在这个家 还这么欺负自己 他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悲愤 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凌晨五点钟 趁李壮还在睡梦中 何静打电话报警了 警察同志 我被人强奸了 你们快点来吧 于是二十分钟之后 警察赶到 将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人 包括何静的婆婆 一并带去公安局了解情况 而何静作为被害人 当然也要配合调查 儿子李小亮还小 所以邻居们才会看到 何静抱着孩子 一起都被警察带走了 事情真有这么严重吗 毕竟何静已经跟李壮登记结婚了 那李壮就是何静的丈夫 还有丈夫强奸妻子的说法吗 女人报警告丈夫强奸 丈夫却满腹委屈 我是她丈夫 她凭什么不让我碰她 检察院提起指控 婆婆缘和成为共犯 这何静也太狠了 把老李家母子俩都弄坚毅去 她就能安心 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 丈夫婚内侵犯妻子 是否反罪 婆婆逼婚正在复处 警察把何静一家带到公安局 事情一问就很清楚了 李壮母子俩呢 对他们殴打何静 又强行与何静发生性关系的情况 也丝毫为家隐瞒 她就是再不愿意 是不是也跟我登记了 我是她丈夫 她凭什么不让我碰她 是 我承认我不该打她 可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因为这事 帮我弄公安局来吧 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李壮是满肚子的委屈 可尽管她如此辩解 没过多久 他们母子二人仍然被批捕了 而很快 检察院以强奸罪 对李壮母子俩起诉了 法院开庭那天 相礼相亲的来了很多人 大家都议论纷纷的 有的说 这何静也太狠了 把老李家母子俩都弄坚毅去 他就能安心 可也有人说 这李壮母子俩这事做得太过分了 为俩拆迁前 就把何静往绝路上逼 究竟谁是谁非呢 开庭审理当中 检察官指控强奸罪 是之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违背妇女意志 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而被告人李壮 正是采取此种方式 与被害人发生关系的 所以构成强奸罪 而被告人李壮的母亲 在整个案件中 起到了帮助作用 所以构成共同犯罪 面对检察官的指控 李壮的律师却辩称道 李壮是丈夫 何静是妻子 夫妻之间发生性关系 既合法又合理 所以他的当事人李壮 并不构成犯罪 那么律师的抗辩理由 是否成立呢 那么法院又会如何认定 这起案件呢 这丈夫究竟能不能成为 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呢 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强奸罪的主体 是一般主体 没有将丈夫排除在外 同时对于犯罪对象中 也没有将妻子排除在外 当然在这种特殊身份关系中 也要因具体情况而定 比如说在婚姻关系正常存序期间 丈夫一般是不能成为 强奸罪的主体的 可如果在婚姻关系 非正常存序期间 比如说因感情不合分居期间 或者一方提起离婚诉讼期间 在这样一个时期 夫妻双方是存在感情分歧的 丈夫在强行的与妻子发生关系 就可以成为这强奸罪的犯罪主体 所以法院最终认定 被告人李壮虽然与被害人是夫妻关系 但被害人始终没有与他建立一个 正常的夫妻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 被告人李壮采取殴打的方式 强行与被害人发生关系 已经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和性自由权 所以构成了强奸罪 但是因为被害人表示谅解 那么法院也考虑到这一特殊情节 故从轻判处被告人李壮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被告人李壮的母亲因为是帮助犯 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两年 这李壮母子俩都被判了缓刑 那么如果在缓刑的考验期内 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也就不再执行原来的刑罚了 可是李壮母子俩是可以回到住所 可是他们母子俩怎么好意思 再继续居住在何静的那套房子中呢 所以两个人到外面租了一套房子 同时何静与李壮办理了离婚手续 黄浩呢 依旧对何静嘘寒问暖 两人今后能否再走到一块 就要看他们的缘分了 至于家乡的那笔拆迁补偿款 何静和李强的地和房子 一共获得二百余万元的补偿款 何静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 拿走绝大部分 而是留给婆婆一半 自己跟儿子拿走了另一半 这起发生在李家内部的家庭纠纷 最终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我们看到原本和睦幸福的一家人 却因为一场车祸全都改变了 可是车祸夺取了李强的生命 并没有也不应当夺取何静的自由 和他余生的幸福啊 如果李强的妈妈和弟弟 能给何静基本的尊重和理解 相信他们彼此之间 应该是一辈子相依赖的亲人 可现如今呢 不但亲情尽失 李壮母子俩也因为强奸罪 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而何静呢 虽然心地善良 但不该言行不一 不能妥协的时候就不应该妥协 何况是结婚登记这么大的事呢 如果他能更理性地处理这件事 也许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尊重与信任 更需要理性与法律的约束 朋友 亲人之间也切不可忽视 好了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再会 新婚前夕 女人被捕 竟是因为八年前的命案 有个案子跟你有关 需要你配合调查 未婚夫找到派出所 得知女人竟是有夫之妇 张岚为什么会抛弃工作和家庭 来到这里改头换面呢 女人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去 又是什么原因 使他对三岁孩子下毒手 疯狂猜忌 酿悲剧 下期播出